10点不一样 国民党今天教新北市长侯友宜选总统 媒体人说有内幕 回顾新加坡出访 获得提名隔天 侯友宜这影片在证明 谁说我不够国际化 侯军积极吹响集结号 但媒体人爆料 郭这口气还没全宴 如果你讲过的话 你48小时第一次会面 你都可以推翻的话 那他感觉他或许错在 不该相信朱立伦的 每一句话 黄光琴更说朱立伦曾对郭说 他能前刚独断 拿出来说服了民调数据 也只给看10分钟不能带走 对于这提名标准 郭台铭始终不清楚 因为坊间民调他没输 朱浩这晚认为还有机会 不也认为朱一路都在耍郭台铭 没有啊 我觉得这完全不是我看到的状况 完全不是 朱主席跟黄建廷秘书长 他们都是最响应的 他们要负责今年的成败 虽然党中央驳斥 但也挡不了提名后的各种质疑 根据TPBS掌握在 征召侯仪前一晚 郭亲自面赫侯之外 郭董还对侯仪说 朱主席曾讲 如果提名了侯 那他什么都没有了 这话让郭台铭笃信有参赛权 进而动真格 至于一度传出郭向侯友宜说 你不是讲过我选你就不选吗 但近侯人士透露侯从未说过这样的话 党中央同样驳斥 主席哪有说 看来政治语言对郭台铭来说 可不是短短几年就能全读透 民众党主席柯文哲 真的要延览前时代力量立委黄国昌吗 听得出来有投入感情在唱 前时代力量立委黄国昌 庆祝YT订阅25万人 开直播秀歌喉 但这首刻在我心底的名字 这个刻可能变成柯文哲的刻吗 因为老在传民众党向他招手 就连民众党立委 赖湘林也搭上黄国昌顺风车 双方一搭一唱 难道真有可能延览黄国昌 我们不会跟延青标中东景 这种黑金势力站在一起 但柯文哲带领的民众党会 而且还会一而再 再而三的巧遇支持 时代力量之前 对他并不是特别的关心 但为什么到了选举期间 就突然变宝贝了呢 甚至都已经听到说 在他们立法院党团 黄国昌的人马都已经被赶出去了 两党发言人隔空互呛 只是黄国昌才答应 要上凯道反黑道治国 四茶帽脸书在爆料 曾社团的前方辽乡长陈雅玲 不但在柯文哲办公室 当社会力部主任 17号参加中华非英爱心协会 也就是外省挂黑帮 非英帮的参会 它其实就是一些 相关的公益性社团的聚会 有大学老师 有这个公益性的社团的负责任 曾经当天参加的 不少是公益团体 别看到黑影就开枪 柯文哲竞选 2024进入备战模式 TVBS新闻 最终群体评议 台北报导 这愿意是不是留不住了 这个问题 让退府会主委大嫌弃 气到破口大骂 退府会主委冯士宽 大暴走 被问到国军 志愿义士兵退场多 第一次提问 他还直接忽略过去 不想要回答这一题 就怕让国军士气低迷 从2016年志愿士兵 退场3011人 六年内数据起起伏伏 但到了2022年 人数创新高 其中92.4%是个人申请退役 包含生涯规划 以及适应不良 更高达两成 宁愿赔钱也要提前退伍 可能部队不透明吧 然后可能每天都关在里面 然后再来一些 那时候可能有一些 比较不人性化的管理 大家会觉得说 那我干脆就赔钱就退伍 签志愿义反悔 选择提前退伍 还有这三大主要因素 可能因为军中的 很多不同的因素 导致他真的后悔当兵 觉得自己不适合军履生涯 那再来第二个是 外面有更好的工作机会 让他很想慢慢出去 专管人士点出军中主要因素 而明年15亿二兵薪资 将调到26307元 与志愿义二等兵差不到1万元 是否也将成为原因之一 但除了志愿义 辛苦难留人 立委认为这才是重点 父母其实都舍不得孩子 我们要面临战争这么高的风险 尤其到底为谁而战 为何而战 我们为什么陷入这样子的 一个战争的态势 若只专注在国军离职的人数和比例 恐怕会对于国军的士气 和木兵师造成不小的影响 保家为国议题 谁都不敢轻轻带过 TVB新闻刘一成女生 台北财发报道 无二焦点带您关注到 乌克兰近期在巴赫姆特的周围 大有斩获 对比俄罗斯的胡乱轰炸 乌军现在力求精准锁定目标 包含了在南部赫尔松一带 也靠着无人机的帮忙 做好勤搜才思考公事 乌克兰酝酿大反攻的同时 现在女性在职场上也牵起了一片天 过往以男性为主的工作 现在也出现了许多女性的面孔 远处爆炸声 象征巴赫姆特近郊 一天战况的开始 只是过没多久 又有炮弹落在前方不远处 炮袭声很快变得密集 但这样的交火对乌军而言早就习以为常 甚至能在爆炸声中淡定受访 他们说因为俄军很多时候根本瞄不准 乌军近期在巴赫姆特周围大有斩获 这里的乌军跟着信心被增 相信有国际弹药的加持很快能大反攻 镜头另一边 CN也直击乌军在森林隐秘地点维修战车 只是不断的激战 乌军也承受大量的损失 由商兵以地域两个字形容先前的战况 要说俄军是破坏王也不为过 巴赫姆特前后卫星照对比 相同城市街区已经焦黑一片 化为废墟 在这处残破建筑中则上演真实版战地情人 乌军发现一台钢琴当场即兴演奏抚慰情绪 而在南部赫松 乌军也没有松懈持续靠无人机的力量打击俄军 这些尔军因子只能到处乱乱 做人一举一动早就被看得清清楚楚 轮轮轮 长 eram GL公佛色对了 往这里面所长了 及刚蒌伊悦可 门尾根线里应你会当下了 恐 toutemplo co Whoops 光 relate 轸轮轮轮 vine 轮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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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轮达 乌克兰男性被征召上战场 女性也没有闲着 过去被视为女人禁地的矿坑 如今打破传统 开始出现女性矿工 我一直想要工作这里 但是女性也没有允许 当很多男人被写写 他们必须要继续工作 所以为了保护我们的国家 女性上升了 除了矿工和妻子 接受丈夫先前的工作 当起铁匠 但工作时人不免想起 还在前线作战的情人 我非常常会哭在这儿 我的丈夫是抵抗我们 这是很危险的 这种改由女性撑起职场的状况 二战期间也曾发生 这张二战时期经典的 卯丁宫罗西海报 后来就成为女性经济力量的象征 女性着裤装也开始慢慢被接受 乌克兰目前还是担心空中力量不足 影响反攻 继续喊话西方提供战机 不过英国和德国还是没有点头答应 但表示会成立国际战斗机联盟 协助相关的训练工作 体新闻综合报导 乌克战战持续开打 中国大陆最近似乎有一条挺 但是乌克兰却向中国特使表明 不可能接受各地这个选项 德国总理萧姿也说 会挺乌克兰直到实现公正和平 强调俄罗斯不会拿下胜利 交给记者李作恒 好 俄乌战战已经是持续了将近15个月的时间了 这么长的一段时间双方持续交火 我们看到在乌克兰很多个城市 其实都还是遍地封火的情况 很多平民因此而有伤亡出现 那当然这场战争 怎么样才能够画下休止符呢 我们就看到德国总理萧姿 他是很罕见的在欧洲理事会的峰会上 这场峰会他是办在冰岛 在这场的开幕式上 他暗示俄罗斯总统普钦 他怎么说呢 他说帝国主义已经是来日不多了 那么现在乌克兰方面也在酝酿说要大反攻 他们会支持乌克兰到实现公正和平 那当然大家也说这个转折点 有没有可能就是中国大陆来担任调停人呢 我们看到中国欧亚事务代表李辉 他是出访乌克兰到了基辅 也就是这个乌克兰首都这边要来当和事了 但或许呢也是这样子的目的 早就已经被乌克兰所看穿掌握了 这个斡旋是不是已经没有用了呢 因为乌克兰的外长库列巴 他也很直接的说 他就说乌克兰不会接受 为了结束乌尔战争而结束的 这个提出的一些提议 他说如果因此会丧失自身领土的提议 那么对乌克兰方面来讲是绝对不会接受的 俄军在星期四凌晨对乌克兰全国发动了大规模空袭 不过这一回俄罗斯总共发射了 30枚KH55盖良型的巡异飞弹 但乌克兰总共就已经拦截了29枚 只有一枚打中南部的奥德萨 造成了一个人死亡 这也是5月以来俄军第九度大范围的空袭 美国官员就认为次数明显提高 就是想让乌克兰的防空系统忙不过来 在混乱之中露出破绽 清晨的基辅远远看到一缕浓烟 赶往现场火已经扑灭 却看到一地的飞弹碎片 地面和车库都烧到焦黑 基辅人周四凌晨从巨大爆炸声中惊醒 俄罗斯又发动一轮大规模空袭 但大家听到的声音并不是飞弹落地爆炸 而是在半空中被防空系统拦截 碎片掉落地面至少造成粮肠火灾 不只针对基辅 这次二军空袭朝全国各个方向炸 不过乌克兰说 30枚KH-101或KH-55巡弋飞弹 拦下29枚 只有一枚成了漏网之鱼 乌克兰南部防空系统没有首都的厉害 同样在乌南的尼古拉耶夫 前一晚也被轰炸 商场窗户几乎全数碎裂 支架东到西歪 路边卡车面目全非 可以想象飞弹爆炸威力多强 虽然没有传出伤亡 但居民生活好不容易回归正轨又被打乱 俄罗斯这个月明显提高空袭频率 为的是什么 西方援助的爱国者防空系统成了俄罗斯眼中钉 这星期传出六枚极英素匕首飞弹遭到拦截 只是俄罗斯官媒大内宣说法相反 声称笔手飞弹摧毁了爱国者 还吹嘘俄罗斯极英素科技 绕过防空系统就像热刀切奶油一样顺利 Ukrainian official now tells CNN only minor damage was caused to the Patriot air defense system when one of the Kinjals was shot down at low altitude on Tuesday morning Не принимайтеся за долю Patriota ну знищите систему ну це якимось там Kinjalом ну це неможливо тому все що там вони розповідають я думаю що нехай залишиться так у них в їхнім в архіві їхній пропаганди 只是克里姆林公证实 这个月以判过罪名 逮捕了三位研发极因素飞弹的科学家 一次是三人撰写研究成果的时候 涉嫌泄漏机密 不过也被外界怀疑 是不是因为匕首飞弹丢了脸 找人出气 而现在乌尔还有希望达成共识的 恐怕剩下黑海糧食协议 Ми підтвердждаем объявлення президентом Турції продління на два місяці членоморской ініціативи таким образом предоставляється шанс не на словах а на деле помочь 原本18号到期的 糧食运输协议 将迟到大限前一天 终于同意延长 糧食安全不能拿来开玩笑 这或许也是为什么 黑海糧食协议 是无二少数 还有办法沟通的外交管道 TBS新闻周报道 AI科技日新月议 假讯息跟 以假乱真的影像到处流传 加上ChattGPT问世 很多人都担心 未来会成为隐忧 美国就做了一份 最新的民调显示 超过六成的美国人都觉得 AI会威胁人类的未来 交给记者林作恒 好我们的日常生活 几乎已经是脱离不了 AI科技了 现在AI科技 甚至可能会影响到 人类未来的发展吗 我们就看到 根据路透的 这个易普索最新的民调 他们就显示说 有61%受访的美国人 他们也认为说 人工智慧技术 恐怕会危及到 人类的未来 另外有超过66%的人 也关切AI 造成负面的影响 我们看到这个 圆柄图 他们就说 可能威胁人类文明的 有61%的人是同意的 22%的人是不认为 另外有17%的人 还不太确定 欧美政党倾向来看到的话 同意AI可能对人类造成威胁的 在2020年的这场选举 其实投川普的民众 当中是有七成的 而投给拜登的民众 当中是有六成的 生命未来研究所的学者就提到说 大量的美国人其实现在担心说 AI可能造成的负面影响 当前类似于核时代的开始 那现在有一封公开信 就是说呼吁让AI系统 可以先暂缓一下 暂停一下 时间是说暂停研发六个月 那我们看到在这封信件当中 马斯克他也是有签署的 特斯拉周二举行股东会 公布最新实测的人形机体人 Tesla Butt 这一年来他特斯拉积极地 来开发这一款机器人 从只能挥手到现在 已经可以执行简单的任务 看得出来这执行长 马斯克对AI发展的野心 不过最近马斯克把炮火指向了 OpenAI 他说当初他是最早期的投资者 只是现在OpenAI 已经被微软给控制住了 虽然走得很缓慢 但可以跟着执行任务 特斯拉股东会上 人形机器人Tesla Butt 成为最大亮点 去年才发下好语的马斯克 现在仿佛电影场景真实上演 从需要用支架 只会简单挥手 现在将成为特斯拉工厂重要助力 看出马斯克持续布局AI领域的决心 人形机器人可大幅增加生产力 取代人类做重复性工作 从控制器到电子设备 特斯拉全部一手包办 看准全球机器人市场蓬勃发展 根据统计 2023年市场规模达到640亿美元 到了2028年 渴望突破3200亿美元 年成长率高达83% 只是马斯克突然积极投入机器人发展 原来他是对近年兴起的 窝房红风潮相当不满 马斯克质疑在家上班 道德上是错误的需要重新检视政策 另外他也将炮火转向近年来火红的 OpenAI风潮 马斯克先是在推特上批评OpenAI的商业模式 说他现在被微软掌控成为封闭利润至上的公司 根本就不是他想要的 马斯克表示他要研发不一样的全新AI聊天机器人 根据内华达州商业记录 马斯克在今年3月成立一家名为XAI的企业 正在筹组AI研究人员及工程师 还大举购买上千个NVIDIA处理器 种种迹象都是打算跟Trad GPT一较高下 只是AI就像打开潘朵拉的盒子 将冲击部分职业慢慢消失 数学教授对着白板讲得口目横飞 对于拥有强大计算能力的AI来势汹汹 未来是否会被取代 教授显然不担心 还属于青少年阶段的AI 目前深层推理能力比较薄弱 但是他快速发展的潜力依旧不容忽视 TVBS新闻综合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